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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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這個小的 跟它大的 甚至最大的 表面上 它的工藝沒有分別 我不覺得 這個是便宜 但不差也做得不錯 如果只說finishing 其實你買越便宜的 其實是比較大 因為finishing的差別 它的工藝 它便宜的工藝 它一樣可以出現 不要緊 因為裡面的東西應該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我經常有超能力的幻想 我會摸一下它 然後我可以知道它裡面是什麼 譬如我摸過某些 是有小小聲的 但你也不會知道是什麼 你問廳式仔很厲害的 都未必能回答你 除非你買一個回來 然後你走去那些不知什麼廠 你給我割開它 對,割開它 咦 中間割開 我猜 我猜 肯定有人這樣做 應該有 但工程很大 你想想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礦物 金屬混在一起 然後就算你割開了 你看到全部一盆沙 對 那究竟它怎麼放的呢 那些東西 比例是多少呢 我覺得這個是不能抄的 那為什麼卡圖在這裡呢 就是它經過就探望我 探望我 不如我訪問一下你 上次忘記了 因為上次去你做Live 我看到你有用這個 而代理給我的時候 亦都建議給桌礦用 耳礦用 因為我比較少用 反而我之前拍過了 我的膽機 我是用SILVER MINIMUS 即是大一點的 SILVER MINIMUS 那這個呢 本身它是跟 都有跟線的 它曾經出過一些 Power Cord 或者是喇叭線 和訊號線 就跟這個盒 是 那個效果都不錯 我放在最前 就是插拖板的那條線 那些東西就會很安靜 但是就這樣撕這個出來 拿來當地盒用 其實我自己沒有機會試 因為我自己沒有抬礦 我自己沒有抬礦 但是我上次也看到你有用 有 那我就想問問 你覺得這個東西是怎樣的呢 抬礦其實還有一個好玩的方法 它也是給了兩個我 兩個的時候 其實再多一條線 就是手拖手 這個嘛 是的 即是你搏著兩條 就是解釋你做另一個 不要緊 你想擦 不是 它的膠紙封得太好 又是同一樣東西 什麼 我以為是油紙 當我看到它的包裝 很人手包裝的時候 但你看看這張紙其實是很漂亮的 是的 這張紙是很漂亮 很多很有趣的位置 很有趣的 然後就這樣拖手 對 就是手拖手 即是整個底部都重複了 對 整個都重複了 那怎麼辦 我想說 尤其是玩台機 台M 的人 有時候 尤其CAS 的玩法就是 最重要是Screamer 我會跟它說 你試一下 因為它推廣的時候 有提供 有兩個一套的套裝 一套套裝 就送這條線 對 再送這條線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你當兩部機器的時候 你試一下 一部機器插一個 即是你扔一個 然後抬抗一個 然後你又試一下 如果它覺得 撐不住 就試一下 兩部機器 拖著 然後就放了一部台M 其實就看看 即是你試 我覺得效果就是 其實你買到回去 尤其是它又不是那麼大件 你試一下 即是你喜歡哪個位 你覺得聽完 自己試到效果 相差最遠 你就一直保持設定 即是 即是 譬如你有台M 有DAC 你有兩隻 是的 接著你就要是A B 分開 分散 要是你就A 落兩個 要是就 B 落兩個 是不是這樣 是的 很簡單問一下 我們不要跟那些 再高級的比較 因為沒有比較 比較沒傷害 只是比較不用 和用了 尤其在耳礦方面 用了 會覺得怎樣 用了 最主要 第一次感覺到 就是人聲的立體感 是真的增加了 除此之外 你會覺得 某些尾音 一些細節的位置 我們經常說 要聽線條 其實線條的邊位 有時候在某些相機 很鎮定的相機 然後到台礦時 你會覺得 好像那些邊位 有些少少無躁感 其實尤其是 有些相機是很挑剔的 對於這個相機 簡單一點 例如我的平民 會覺得 是否吉爾 或是你覺得 刮刮的 對 輕輕有些刮 便會讓你輕輕收 令你覺得 自然舒服 我明白 Player 我用DX300 其實我很少拿去街廳 我通常都是躲在自己 坐在那裡聽 就算是Player 我又想著 直接打個Player 直接打個DX300 你有沒有試過打個Player 有 其實再第二個玩法就是 假設你在自己的地方 你是回到台機用 但你未必每個人都可以有台機用 我有時候叫人玩 玩法就是 將DAP 然後直接拉到台礦 也有這個做法 當它是一個資料 當它是一個資料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就可以讀它 即是可以讀一個Microbox 明白 因為其實手提機來說 Microbox 叫做好擺放 因為擺放手提機 不擺放桌礦 原因都是因為桌面有限 你桌面有限 你不如純手放在它 全部的尺寸適合 那倒是 因為如果沒有理由拿這個出街 雖然我見過 我見過有些六、七層那些 我猜它不介意 它不介意 那些朋友不介意 但是我不會 但是我下次 用這個DX300Player聽歌的時候 我試一下插一插它 還有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迷信的問題 究竟是這樣擺放? 還是這樣擺放? 還是這樣擺放? 我自己 之前玩線有這個地盒的時候 我就這樣擺放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比較容易拿 我要拿起它 我覺得這樣擺放 我的手要擺放得很久才能拿到 其實有沒有分別? 我自己覺得 不是很大分別 但是有一班人覺得 這條線 你這條線這樣擺放下去的時候 那條線盡量不要 其實是想 那條線離開地面遠一點 尤其是如果這個盒子要放在地上 或者放在近一點地方的時候 所以不是因為盒子的哪個擺放 而是可能因為這個底擺放 那條線就離開地多一點 是的 多謝今天很多卡圖路過 然後給我捉了一個訪問 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 去連結看看 尤其玩抬礦的朋友 你本身是沒有用到地盒 沒有用到地盒 就可以試一試它的效果